大家好,我是林氏碧孔医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 每到冬天我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 就是东京的夜晚的点灯 Illumination的资讯 每过了这个万圣节 日本人就开始准备过圣诞节了 Christmas 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节日 那大概就从11月初开始 那一路到12月25号 圣诞夜 圣诞节这天晚上 那东京有非常多的地方都会有点灯 那所以假如你在这一段期间来到东京的话 请不要错过这些精彩的点灯 那一定要晚上也记得安排一下行程 所以我每年都会整理一个 东京圣诞点灯懒人包 那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不只是圣诞节之前 这里面有部分的点灯 它会持续到隔年 2024年 有些甚至可以到2024年的情人节 所以假如你是明年寒假 那过年要去东京 那这个资讯对你来说也是有用的 有部分的点灯会延续这么久的 到春天之前 那可是我要先讲一个资讯 那大家应该假如以前就去过东京的人 你应该知道这个我也很喜欢的矽流 Xio Tome Carrera Sireo 它的海归广场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点灯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录音的11月10号 我在这个新闻 日本的新闻上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它的资讯 那它在疫情后就没有举办了 它2019年是最后一次举办 那所以后来就已经停办了 假如连今年都确定停办的话 那已经就是连续第四年了 那我不是很确定它发生什么事 那事实上是Carrera Sireo的官网 官网根本进不去 这几天就进不去 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新闻上我也完全找不到 那照疫情前往年 它举办的日期 还有它宣布的时间 11月这个时候应该早就要宣布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大概今年Carrera Sireo的点灯 又是不会举办了 我反而找到一个新闻 让我觉得有点难过 是好像是周刊文春写的 正好有一篇就在讨论 为什么Sireo或是Carrera Sireo 变成鬼城 Ghost Town 它在讨论说疫情之后 很多公司其实都是 不需要来办公室上班 远距上班 像是这个电通 Carrera Sireo这个就是电通的 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 可是疫情后 然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他们都还是保持远距上班就好了 也是节省成本嘛 所以大概只有三成的人需要上班 然后呢 其实电通也已经在 好像是去年还前年 就已经把这栋大楼卖出去了 那整个溪流区域 这个有一些公司也迁移到别的地方 或是因为疫情之后大受影响 连带着 他就说这个Carrera溪流这个商场 他的B1B2原本很热闹的 那现在因为没有了上班的人群 他大概有一半的店面都是空的 就变成了鬼城 他是用鬼城形容他的 那所以大家就 那个新闻就在讨论说 哎呀这个是 这个 他以前也是非常非常红的新兴区域 那可是现在有更新的 这样子的造症区域 比方说最近的眼光都会移到吗 布台之秋啊 虎之门之秋啊 那他们也在想说 到底东京有这么大的 需求 盖这么多办公大楼吗 他们也在检讨这件事情 好 总之 有点差题了 我们拉回来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圣诞点灯 那我个人 因为昨天PO出资讯之后 有人就问我 有没有最推荐的 我其实心里就在想 我原来最推荐的就是矽流 可是他不见了 他今年大概又没有了 好 可是 其实还是很多地方可以看的 且听我慢慢道来 那比方说 东京车站前的 丸子内重通啊 吉田啊 那还有六本木区域 有六本木之秋 东京中城 那新宿南口 有四卡契合广场 然后东京晴空塔 东京巨弹 其实全部都有点灯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讲好了 矽流区域 我没有看到 它到底状况会怎么样 那可是我有看到星桥 星桥的Christmas Illumination 这个也是很多年了 在星桥 这亚星桥站西口的SL广场 就是有那个蒸汽火车的那个地方 那个那里就是旧星桥的停车场 展示了一个火车头会点灯 好 今年是2023年 是1月16号到明年的1月6号 可以去看一看 经过星桥车站的话 好 再来是我去年冬天有去看的 这个东京晴空塔 下面的Tokyo Sky Tree Town 那今年也会举办这个Dream Christmas 2023 去年 我觉得是很圣诞 因为去年是东京晴空塔的10周年 那今年是开业11周年 那晴空塔的点灯 11月9号就开始了 那它有部分的点灯会 到明年的3月10号 所以其实期间还蛮久的 那它今年也会举办圣诞世纪 去年是睽違三年又举办圣诞世纪 我去有逛到 其实就是很有欧洲风情 然后很多那种Christmas的时候 欧美人会喝的那种 热巧克力啊 然后美式的食物等等的 那我在六本木之秋 去年也有逛到圣诞世纪 日本人还蛮疯这个的 然后今年也会恢复举办的是一个在晴空塔的展望台上面 会有3D投影艺术的特别展出 那如同往年一样 它在这个圣诞节期间 那晴空塔的点灯 也会有两种化为圣诞树一样的特别点灯 分别叫做香槟树还有蜡烛树 Shampan tree and candle tree 那大家看这个Podcast最前面的 我整理的这篇文章 有把时间都整理给大家 那只是它每逢星期六日 这个它晚上的10点到12点 那它会是脆 雅 智三种点等人流 那不会是这个香槟跟蜡烛 所以假如大家想捕捉这个不同的变色的晴空塔 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表 那再来我们说这个也是很多人 很经典的 非常喜欢的六本木之秋 在这个举速板通 它也有一个点灯 这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11月6号已经开始了 到12月25号为止 每天的5点到11点 举速板通是400米长左右 那它左右的行道数 总共有120万球的LED灯泡的点灯 毛利庭园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点灯可以去看 好 再来我们讲东京中城 东京中城去年超精彩 我有去看 然后印象很深刻 它就是会有那个户外的溜冰场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另外去年的主题是泡泡 那个泡泡的秀真的很精彩 我有录影分享给大家 那可是今年不太一样 今年的主题叫做黄金的树木 那不太确定 可是可确定的是 它也是每个准点都会有表演 每次表演大概四分钟这样子 那所以预期应该也会蛮精彩的 大家可以去东京中城 六本木的话 两个地方一起逛 好 再来我们来讲新树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 这个叫做新树南口的几个重要的公司 在亚东日本的本部在那里 那高岛屋 然后大核证券 诸事会社 朝日生命保险 相互会社 小田级 这五间公司啊 这他们已经是第九度 举办在新树南口的这个点灯 那从11月17号到明年的情人节 明年的2月14号都会点灯 那今年的点灯的主题叫做 就是在光亮的笔端 有的东西这样子 光明光亮的笔端 那2016年开始在新树南口 新南口 正确来说是新南口 多了这个SICA企鹅广场 所以每年这个点灯的时候 SICA企鹅就是重点 那我看这下东日本公布的新闻稿 今年也是会有好几只企鹅 然后拿着礼物 那样子的点灯又会出来 那所以延伸整个 我刚刚念的这几个大楼 在新树南口的这几个建筑 都会有点灯 那大家假如进入 经过这个新树站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东京巨蛋 东京巨蛋的点灯也是很有历史了 今年已经是第19年了 那它是11月21号 到明年的2月29号 到2月底 这更久了 今年比较特别 今年的我觉得跟往年都不太一样 它的主题是笑 就是大笑的笑 哇啦 然后它英文花虎写秀 就是也是一场秀的感觉 那他们是邀请几本工业 朱氏会社所属艺人 巧克力星球的长田装品 来设计整个企划 所以这一次我看官网上 我就觉得跟往年很不一样 因为就是有点搞笑的那种 那种意境 跟往年的那种只是追求美的感觉 不太一样 那所以也许可以拍出蛮多很有趣的 很特别的这个 IG的美照这样子 那它还是有在那个卖店外面 背景是这个 我们上次介绍过的空星的 无缘星的摩天轮跟云霄飞车 然后它有一个高达15公尺的主圣诞树 我看官网的模拟图还蛮漂亮的 那它在这个圣诞树 也是每20分钟会有声光演出 它是很特别的到情人节都有的看 不只是情人节 到2月底都有的看的一个点灯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 表参道之秋 今年表参道之秋是17周年 那11月9号到12月25号 那它这一次的照明主题叫做再结晶 比较特别的是 它做了一个世界最大的3D印刷 圣诞树为特色 高达10米 那这个圣诞树是500个雪花制成 其中大多数是PET材质制成的 那是这个SDG的圣诞树 它是可以完全再分解掉 不会对环保造成负担的一个圣诞树 可以100%回收 那它每20分钟也会有大概2.5分钟的声光演出 主题是冰与火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假如你有经过表参道的话 好 再来是这个东京车站丸之内口 对面的这个 就是顶楼有这个展望台 可以看丸之内战色的那一栋 那它的圣诞在它的中间 很挑高的中庭也都会有这个点灯 那White Kite 白色的Kite 今年的主题 今年是开业十周年 那一楼中庭将出现由山树制成 高约13公尺的这个 它叫White Layer Tree 白层树 那这棵树本身会不断变化 就好像是它有生命一样 那在天空中还会漂浮着 一层高达13公尺的纯白的细绳 那树根会闪耀着年轮的光芒 营造出这个Kite 已经十岁了 好像可以感受到 它十年期间累积的一个空间 那活动期间一样又有 深光秀 好 所以这个 假如经过东京车站的话 走到对面 然后顺便可以看看业景 然后看看这个中庭展示的 白色巨大的圣诞树 好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场 台场其实不是只有圣诞的时候 有点灯 它其实一年四季 都在这个台场的DAX 台场码头外面都会有点灯 只是冬天的话 它会有冬天的版本 也会有一个小圣诞树 所以它其实就没有期间限定了 它其实都一直会有圣诞点灯的 好 再来我们来讲这个 东京铁塔在我整理到现在 还 资讯还没有出来 之后假如有的话 再跟大家补上 那再来要讲一个非常老牌的点灯 就是会比寿花园广场 这是一个非常 每年几乎都是定番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吊灯展示 今年已经是第24年了 从11月11号到明年的1月8号 这也是会延伸到1月的一个展示 好 再来我们来讲丸之内区域 丸之内 Illumination 2023 主要就是从丸之内重通 在有乐丁跟大守丁之间 这个长达1.2公里的丸之内重通 那还往旁边延伸到东京交通会馆 就是有乐丁前面有卖这个北海道物产的那一栋 还有大守丁重通 总共大概约360株的行道数 都会装点这个金色香槟色的点灯 今年是第22年 那另外这个除了这段时间 那今年的11月28到12月25 红居外院跟东京站之间的行性通 也会有点灯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那个点灯的区域会更多 好 那我刚讲的是南新树 那西新树其实也有它的点灯 那西新树的几个大楼 包括这个Park Hyatt那一栋 Hyatt Regency Hilton 金王旅馆这几栋大楼 在这个它的 不管是Lobby或是路上 其实都会有点灯 这是从11月13号到今年12月25号 那有部分的点灯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 好 那我大概都讲完了 这都是东京市区的 假如你还是看不过瘾的话 那我跟你介绍有一个相对焦躯的 那我之前在疫情前也有去采访过 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独卖乐园 独卖乐园有一个叫做这个 Jewel Lumination Jewel就是珠宝 后面是Illumination 它把它合在一起 那今年已经进入第14年了 那它是号称这个世界唯一的宝石点灯秀 它其实每年都很长啦 它是从10月19号到2024年的4月7号 你看这个长达几乎半年都有 这不是只有这个 这个大概是最长的 那制作人是知名的照明设计师 石井干子小姐 那东京铁塔 台舱彩虹大桥 甚至是白川乡的合掌村 都有它的作品 它是非常知名的这个业界的人士 那今年的主题是Light is Love 那大家有兴趣去读麦乐园玩的话 或是特别是晚上 晚上假如在这个点灯的氛围之下 在玩云霄飞车应该是非常有气氛的 那最快最快的车搭京王 从新速到那个站 其实只要20多分钟 那当然是最快 那个转车状况都 掐得很准的状况下 那可是到那里还要再上去乐园 那交通大家可能要研究一下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 临时币孔医师的日本旅游情报展 疫情后的时代 孔医师回到旅游部落客临时币的身份 致力于推广安全安心的日本旅游 随时为您送上最新的日本旅游资讯 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话 欢迎你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或是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评价 也可以留言五星评价 好像每天都可以留哦 行有余力的话 欢迎您赞助 临时币孔医师喝杯咖啡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 临时必发的日本旅游资讯 欢迎你加入脸书上的 日本自助旅游中读者 粉丝专页 或是 我也有LINE的官方账号 Telegram Instagram 这些连结都在Podcast的前面 我的电子名片里 可以在一个页面就看到我所有的发声管道 都欢迎您加入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有请不吝点赞助